无苦即灭道 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是没有灭度的 你没有苦 所以你连死都没有了 你说还有什么姻缘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十二姻缘自然也就破了 烦恼也就没有了 十二姻缘破了之后 就不生不灭了 不增不减了 不够不净了 心经里讲的就是幸空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随缘分享 学佛前 孩子每年生日都会因为吃肉 吃蛋糕而生病发烧 折腾好长一段时间 学佛后过生日 也就是今年没有了 而且以前每年过年 都要有一次严重的基石生病 这次也没有 学佛前 他就没有一次全勤过 学佛后 几乎就没有不全勤的时候 即使有时候 小感小貌也照常 没有什么大碍 很快就能好了 以前生病都要前前后后请假小半个月 而且还挺频繁的 现在每个月都得一个全勤奖 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 今天才突然想起来的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是2024年元宵节 想和大家分享我年初一求的事 我的阿姨八年前申请政府廉价租屋 最近她的房东想卖房 我们几个晚辈都担心 政府廉价租屋一般等十年 我电话政府部门问了几次 对方都是叫我们等 2024年2月10日农历初一 我在菩萨面前求的第二件事 就是阿姨早日搬进政府屋 上周我又电话政府部门问 A处楼是阿姨的心头好 友谊控房 为何我们不能申请 对方答 因为那房是预留给残疾人的 昨晚阿姨说 政府同意她搬进A处楼了 她电话政府部门 告知房东要卖房 政府部门就应许了 两周后 她就可以搬进A处楼 敢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3年元月19日晚上11点 我像平常一样念经后上床休息 刚躺下 就感觉喉咙有热乎乎的 像谈一样堵着 就这样吐了又来 又起来去吐掉 后来几天少了一点 我才能感觉 这个应该是从我左耳上面割过的脂肪瘤里面 通过耳洞和牙床流进喉咙里的 随着这些不好的东西流出 我常年疼痛的左脑 由不太痛到不痛了 每天晚上能够睡踏实觉了 我好后怕 这不是脑流液化掉了吗 我好发喜 在医院治不好的病 通过心灵法门的五大法宝 不治而遇 我好感恩 菩萨和师父把这么殊胜灵验的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让我们受益终生 从两千年以来 一直折磨我彻夜难眠的不治之症 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 编者案 端午节为农历五月初五 与春节 清明节 中秋节 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 更有祭拜仙人的悠久历史 为什么人们在端午节前的一个月 就容易吵架 生病和受伤 为何端午节当天要多磕头念经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端午节在民间风俗习惯上 有些什么讲究 想平安度过独五月 即农历五月 有哪些注意事项和禁忌 请看本期精彩开示专题 1. 精彩问答开示 1. 有关端午节的意义 习俗及注意事项 1. 端午节在玄学上的意义 和民间习俗 端午节是可以改命改运的时间 要多多去恶从善 选自2018年6月10日 选意问答 5月初五端午节快到了 从传统文化角度 人家说农历五月 俗称独月 包括盲众下至两个节气 是最要注意的一个月份 其中5月初五 初六 初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即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此九天为天地交太九独日 十四为天地交太日 一共十天 这十天内务必端容宿己 严禁杀生行营 夫妻禁止同房 否则严重伤身 损弃耗金元 犯者大伤元神 并折收妖王奇获不测 师父是这样吗 是啊 实际上端午节呢 实际上这个节日呢 因为五月初五啊 对不对啊 因为明天呢 很多 还有人家说五月节了 对不对啊 龙周节了 也有 有的呢 还主要是流行于 那个这个 流行于中国那个五月地区 古代的五月地区的 吴王啊 哦 就是长江 这个偏南的这一带地方 主要是他们 这个祭拜 祭拜那个 这个举行图腾的 这个祭拜的日子 所以呢 一般的他们都是赛龙周 明白吗 赛龙周 赛龙周 所以呢 端午节呢 实际上呢 这个节日不小的啊 它是跟中国的 比方说春节 清明节 中秋节 称为中国 四大 传统节日啊 四大 对对对 很厉害的啊 而且已经被 这个中国政府 已经列入这个 法定的节假日了 啊 是的 所以这个 为什么联合国委会 把它成为一种 这个选入非物质遗产的 那个节日呢 啊 实际上讲了 第一 端午节 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个是他的节气 时间 要当心 时间 这个时间呢 实际上是人啊 啊 这个我们说能够脑子啊 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那段时间 非常干净 是年终嘛 啊 第二个呢 端午节的端午啊 实际上就是初午的意思 明白了吗 对对 啊 所以又叫端羊 其实端羊 羊是什么 正当中午 就是羊 正当中午 就是说人家说 非常非常的 这个有 有素质 就正好太阳啊 是正当空啊 你明白吗 正当空啊 那么然后呢 是你如日中天的日子 你是很努力 很努力的 可以做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你把这些时间 如果你去弄到 感情上啦 去弄到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上 包括夫妻啊 这种东西 你就是会大号元神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他是杨日人 不能做英事 对啦 你这个是真的是 就是我就告诉你 杨日不做英事啊 实际上 也就是说 从端午节 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 你这个时间 是五月初五的 是一种洗礼 是一个可以驱赶很多不好的 啊 风俗啊 性格啦 或者命运啦 你可以改命改运的时间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哦 改命改运的时间 那五月初端午节期间 多多行善 念经 许愿放生 这样对命运的改变 就有加速功能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这还不懂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人家也叫预兰节 预兰节嘛 就是比方说端午节的时候 皮肤病啊 多发 皮肤病啊 人的身体上会有很多 其实就是新陈代谢 明白了吗 粽子对不对啊 包粽子 它都有讲究的 包粽子是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啊 包粽子给你吃的话 实际上就是 我们经常讲的 根据节气 啊 你能够啊 转危为安 啊 你看这个粽子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头嘛 明白了吗 就是很多很多的出路 很多很多的 机会 哦 明白 师父古代有歌 顺阳日 你你你可能要讲了 你讲嘛 就是讲曲缘了 是师父在讲讲曲缘吧 对不对啊 你不是讲曲缘吗 实际上 其实其实这个 这个是 跟这个时间 天使有关系 过去啊 讲曲缘的问题啊 明白了吗 实际实际上 很多很多人 正好是曲缘那个时候啊 啊 流传于这个 人间的一个故事 人家就跟那个端午节的时间呢 正好 相差不多 那么大家都纪念这个曲缘了啊 对不对啊 实际上就是说 主要纪念它说 厄月厄日啊 曲必携说 也就是说 要曲凶啊 成为节日 啊 这么样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华龙舟啊 啊 这种纪念活动啊 啊 实际上这个纪念 吴子虚 跟曲缘无关的了 很多人说 吴子虚啊 纪念吴子虚也 也有关系 这些历史上的传说特别多 曲缘嘛 你们知道 跳头江呀 对不对啊 他是报时自投 这个破罗江嘛 他主要说 他是爱国嘛 啊 因为当时 秦国是侵略者嘛 对不对啊 曲缘呢 就真的爱国啊 去上前线 去要去杀敌去 对不对啊 他为什么要跑到头江呢 实际上 也就是说 他宁愿头江 我也不做 就是被人家俘虏的那种 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那么为什么要将曲缘和 这个节日绑在一起呢 就是 就是要让大家呢 懂得在 这个端午节的时候 要学会爱国 啊 表忠心 爱国 明白了吗 啊 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您多次教导我们 一定要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对啊 对啊 要爱国嘛 不爱国的人 学佛啊 学不好 做人也做不好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 那师父 啊 你说 那师父古代有个习俗 五月 让妇女回娘家住一个月 让夫妻暂时分开 这个有道理吗 实际上就是叫你从阳 不要从阴呀 夫妻们在一起们 就是搞来搞去 对不对啊 分开们 这就比较正的 正能量 阳不做 阴事 对不对啊 阴事只能在阴的时候 才能做 那就是晚上 晚上所以属阴的嘛 对那种嘛 对对对 明白 大白天 大白天 你看哪有谁 做这种事情 嗯 是 师父端午节 也是一个地府 小短假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 端午节会有很多的 地府的官出来 也有很多地府的 那个特定人物出来 一般的呢 只呢 一般出来的话呢 就是指那些 冤死的人呢 他可以出来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恶鬼啊 地狱的人都能出来 明白 明白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 白话佛法 如果能做到性空 产生出来的力量 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徒弟们远听 师父可以用白话 经常和大家 讲一些经文 来开启 众徒弟的智慧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 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